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样 如果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把它当文字 我一定要把它当数字 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int 那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如果加个int之后 有没有办法 也可以做出我要的结果来 其实也可以啊 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个方向 98765 如果我把它当数字的话 我可以用那个两个东西 一个叫percent 就是百分比 然后这个意思说求余数 那如果我今天percent把它除以10 10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余数 除以10的余数余多少 余5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这个5抓起来 然后呢再把什么 把这个数字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9876 然后取得6 然后再把这个删掉 再把这个取得 然后再把删掉 直到完全没有为止 那我把它全部加起来就OK了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 刚好 取得最后这个没有问题吧 那如何把它删除掉 其实很简单 第二个可以配合什么 除除 除除多少 10 这个除除应该前面有讲过吧 就是除完之后的整数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把那个98765 变成9876的话 我只要把它除除10就好了 除以10之后的整数 所以除完之后应该是9876.5 但是除除就是不要留小数点 就剩下这样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求它的余数 再除除10 加总起来 不就OK了吗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我要改 假设我要用同样类似逻辑的话 那这边我们也许重新思考一下 是不是说我今天可以 一样可以找一个回圈 底下我这边先把它 第二种方法思考 就是一样的范围 然后但是LEN 这边LEN可能 那不如我就是 LEN一定是文字 所以我先不转 我不把它转型 然后我输入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9876文字 然后做什么呢 我可以先在这边怎么样 先把那个 我要那个数字先除 就是用那个什么 求余数得到了 然后再累加 累加之后再去掉最后的字 就那两行 那要怎么写 请各位先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不把它当文字 而是当数字 这个地方要怎么 两行 OK 就我刚刚讲的 那又如何把刚刚两行 写到这边来 我难度已经有点高了 但如果你可以想出来 哇 其实是蛮有趣的经验的 OK 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讲的部分 第一个 我要把得到的那个 得到那个东西是什么 得到那个东西是 我就把这个LEN 这个LEN 做什么呢 这个把它百分比 就是求余数 对不对 那之后的话呢 当然会余啊 98765 不过特别之后 因为它input是一个文字 所以必须把它用INT 转型之后 然后再做计算 计算完之后会得到5啦 可是我要把它累加起来 所以累加的话 你可以找sum 等于sum加1 或者sum加等于 sum加等于那个东西 sum加等于是把这个后面得到5 帮我加到sum先放起来 然后再6 5 4 3 2 1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 一直不断的去 去那个得到5啦 先得到5 可是问题呢 我还要再把987 9876 5已经得到它了 但是我现在下一个应该是把这个数字改成什么 9876就好了 5不要了 那我要怎么去掉 我刚刚讲了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是让mum等于什么呢 我就把它先转型INT 然后呢 先丢到里面 做什么 除除10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它本来是什么 它本来是987 它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 它本来是987 6 5 的文字啦 有没有 然后我就转型变9876 那除除10的话 意思说 除以10的整数部分 除以10 应该是吧 9876.5吧 那点5小数点不要 所以这个不要的话呢 那就是意思是留下它了 那9876 6有没有 再回到这边 那再除以10的那个余数 那就6 6到这边 又剩下9876 然后又回来 剩下7 8 9 有没有 意思可以理解吧 OK 不过 这个方法跟刚刚的方法 哪个比较简单呢 刚刚那种比较直觉 对不对 OK 因为这个感觉就是在做数学的计算 刚刚那个是直接抓 抓来加就好了 刚刚那个方法可能比较接近我们大脑可以理解的 那电脑比较可以理解是这个方法 OK 不过我觉得啦 反正都是方法 最后呢 你就考试的时候最好就挑一个为主 也不要太贪心 两个都学 两个都用 两个都写 然后最后两个都写不出来 可能各计一半 好像求余数然后又抓字 那到底最后搞不清楚 我只是说因为我有两种解法 我顺便讲一下 这两种解法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习惯 可能有人习惯第一种 有人习惯第二种 那你就专经济总为主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最后我们就可以什么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最后print 那个加总的结果 我就把这个sum给加总 那就是35 应该没错 所以把这个print出来 然后看一下会不会OK 然后98765 Enter 如果是35那就OK 也没错 35了 所以结果会刚刚一样 只是说还有一个地方 因为前一题的话 还有这一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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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print这个 那这一题的话就变成说 你sum可以加进来 但是这边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把这个lumbre加进来的话 你我们来自信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最后串接 98765 Enter 它会出现什么 sum of all digital of 本来不是98765吗 那怎么变成0的呢 因为这个lumbre一直除除 所以这边已经被一直除除完 就变0了 有没有 98765一直除除10 跑了5次 所以最后变成0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 想了一个办法 最简单的办法 怎么样 就是 先input的时候 对不对 先再加一个lumbre1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意思是说我先把它 先把它先放在这里面 然后让lumbre一直在用 用成0了 那那个不要了 有点像它抛弃了 它就是 我有复制一份到那个m1.1.1 然后我最后的话呢 我就输出就是m1.1.1就好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把资料先放在那边 然后之后输出的 就是用这个来输出 这样我觉得是比较简单 反正就思考 这个解法h 不见得是唯一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法 没有关系 你可以写你比较习惯的写法 或更经典的写法 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刚好想到的方法 然后我们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符合 我们要的 所以98765 Enter 有没有 等于这个数字 也是这个结果 但是其实这一题还没结束 因为他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双重回圈的部分 两重在这里 这是三 这个三零 在这里 他说如果输出一次 那就跑一次 输出三次 你就要跑三个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三就要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的加总 OK也就是 意思说前面必须要有一个 跑几次的这个回圈 所以如果要跑几次的回圈 很简单 我们直接怎么样 在开头的地方 像这一题 其实不管是刚刚那个解法 或者是这个或这个解法都一样 我们一只需要怎么样 先在这个 他的第一行的地方 写一个 他要跑几次的讯息 假设A好了 A等于input 你跟我讲一下 你要什么 你要跑几次 input 比如说他input之后的话 他输入1 那我就让他跑一次 后面的话呢 我可以在第二行的地方 写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跟他讲说 帮我跑A次 比如说我输入1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他就是 除此之 他这个可以省略 0 0可以省略 0跑一次 然后他如果输入1的话 那到1就停下来 所以只有跑0 就等于跑一次而已 如果输入3的话 假设我这边输入3 那他就0 1 2 3就停下来 所以要跑3次 那如果次数的话 只要写这两行之外 最后还要做一件事 请你把底下这几行做什么 TAB键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上面这两行 指的就是你要跑几次 输入完之后 再把你后面的事情 再按一个TAB键 让他缩排到这个回圈里面 这样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执行一下 他一样是MTX跑1 跑一次 所以输入1 他跑一次 这里会有转型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要用什么呢 就INT好了 给挂回一下 好 然后放进来才OK 所以跑一次 然后就输入1 跑一次哦 然后就98765 Enter 结果OK 如果要跑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3 然后跑3次 然后我们照着这样做 我是建议这样 如果你要考试顺利 比较容易顺利通过的话 尽量还是符合他 3 Enter 然后先输入32412 Enter 答案对不对 对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 所以底下还可以再输入0 还会再跑哦 有没有 因为我这边回圈还没结束 769 Enter 结果是不是22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再输入了 也就跑三次了 OK 我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那所以我再把重点再回 一我刚刚的这两行 主要就是一个是求他后面那个数字 除除是把他后面那个数字去掉 有没有就5先抓到 然后把5去掉 OK 不过这个相对难 最后如果要把M1留下来的话 可以先把这个东西丢给他 如果回圈的话就是你要跑几次 你可以在开头先让他输入几次 然后你就跑几次 最后的话呢 把底下收牌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试一下 那308的话 相对于前面的302 304 306 其实难度 我是觉得等于至少 好像感觉难度又增加了一倍的感觉 所以考试如果考到308 其实应该算是运气没有很好 308算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题目 那请各位试一下